注意看,佩雷娜居然被对手KO了 这是佩雷娜比较早期的比赛,他对对手正是威尼斯 这个威尼斯也是一个狠角色,后来还KO过马库斯 是最后的,为西文马克斯的章篷篇 再次,西文马克斯,这是最后的 又抵输赢过黑龙,在80过年级也是属于一系高手 他这个打法非常硬朗,尚长压制 完全就是一个小看生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比赛全过程 好,比赛开打 这场比赛是他们的一方仗 他们整过是打过三场 一方仗是这个威尼斯,KO这个佩雷娜 南方正是威尼斯,红方就是佩雷娜 你看这时候佩雷娜要占据身高和臂长优势 而且你看他这个体格也更大 但是这个威尼斯可不是什么菜鸟啊,他这个实力非常强 由于他这个身材比较矮小,所以说你看他这个副头啊 变得非常不错,把自己这个防守做得非常到位 哇,这个扫梯有感觉 这时候可以感觉到佩雷娜,这个技术还不是很成熟 第一手 压制感很强 你看这个配列了,完全是保不穿威尼斯这个防御 威尼斯连续使用这个第一手 哇,一个击斧全面中 这是第一次肚苗 哇,第二次 技术,面中 非常重啊 这一笔比赛应该还没有结束 好,这时候比赛继续 好,这时候比赛继续 好,好,双方的一房仗,尼斯完全是掩腰对手 哇,这一下真的不行了 好,比赛结束 好,比赛结束 二防仗又是佩莉拉点输出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三防仗的比赛 三防仗是佩莉拉的复仇之战 好 这场是复仇之战 这时候佩莉拉已经完成这个定法 你看不管是速度还是力量 我自己比的话要更胜一筹 佩莉拉这个臂掌是真的长啊 他这个腿 你看这场比赛这个佩莉拉 他这个距离困执得非常好 把这个一方杖先比的话完全是两个人 第一手 威尼斯还是这种腰扑式打法 哇 高手上头 一级面中 这时候这个威尼斯已经流血了 非常狠啊 再来一下飞溪 哇 直接KO 这比赛太快了吧 这时候这个佩莉拉已经完成了进化 这个实力更胜一筹 这边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哇 这个高好踢 非常重 然后是一个飞翅上头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播剧的朋友请得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是不是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就开始提前视频 从右边对右边对对 那是為了那個鈴鐺